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管理时间其实就在管理自己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就要跟大家用一个图表或者一个概念 是从这本书Steven Kobe所写的 有效人士的其他习惯 我觉得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去管理我们的时间 我们来看看请孔怀老师的给我们讲解 OK好 那你在图片上呢 你会看得到这个图里面呢 它有一个横度 那个是你可以看到是不紧急跟紧急 所以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一定有 可以分成紧急或者是不紧急的 那在值方面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分重要跟不重要 一样的我们的事情一定是 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的上司告诉我说 有一个客户要一些东西 明天他就要我们乘上去了 这样可能而且又是很重要的 这样我就可能就要去处理了 那有一些是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可能是说 我们要订一个场地 但是这个活动是明年才进行的 这个场地就可能不说 现在马上或者说 那个现在要不要去做 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说现在就要去完成它 所以你有分成重要跟不重要 紧急跟不紧急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这样子去看的话 它就在图片上 你就看到四大块 那这四大块呢 你就我们从一块一块的去看 我们先从这个最左下角在这里 这个事情是不重要又不紧急 通常我们会做什么东西 是不重要不紧急呢 比如说看一些连续剧 不是这些连续剧不好看 连续剧可能好看 但是它不重要 对你的生命来说 对你现在那么多事情 来要去选择做的话 它不重要 因为你不看 它也不会影响你的生命 不紧急是你也不用说 马上今天现在就要去看 那或者吃零食 零食有些时候我们很想吃 是因为我们觉得 现在口 现在是突然间 觉得口很一样 对对口 我想要去吃一点东西 但是不重要也不紧急了 那在这里呢 那个建议是 这些尽量不要去做它 因为你做的话呢 你其实就是在浪费那个时间 那个是左下角的 那右下角的呢 你就会发现到 它是不重要 但是紧急的 如果电话响的话 家里电话响的 它不重要 但是它是很紧急的 你就需要去处理它 那很多时候 你知道我们 在公司里面 有时候我们也是会看到 一些电话来 可能是客户的 但是你知道这客户 他可能一直打来 就是一直要跟你谈一些 小细节 又不关键的 它不重要 但是因为你客户打来 你又不可以不去听的 因为它是紧急之说 你马上要去处理的 因为是客户来的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这里的建议是 如果有人可以帮忙做 或者有些人的位置 是可以帮忙做这样的工作 你就可以给别人做 或者当然 如果你要自己做的话 你只要记得它是不重要 但是你需要马上去应付 你可能可以尽快 简短的跟它做完它 不要延长那个时间 这是右下角 那如果你看右上角 右上角在这里讲 又是重要 又是紧急的 当然就要立刻去做 我相信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你也会看到 有一些是很重要 而且是 刚才我举例子 客户马上今天要一个资料 然后呢 因为今天 而且这客户是大客户 所以重要 又紧急 你就要立刻去做 那在医院 我们常看到有一个部门 是又重要紧急的 就是那个 我们叫做紧急部门 对吗 那个就是有人刚刚 就是有意外 创到车了 受伤了 他送到紧急部门 那又是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的生命关键 在这时候 可能他生命有危险 又是紧急 因为你马上要去动手术了 所以像这些 我们当中 生命当中 一定有这些事情 是我们区分出来 要立刻去做的 是逃个两种 对 左边那边 左上角 这边你可以看到 是重要 但是不紧急的 那大家想想看 什么是重要 跟不紧急的 通常都是跟建立关系 有关系的 比如说 今天我跟孩子的关系 如果今天 他重要吗 他重要 因为跟孩子建立关系 但是你会发现不紧急的 比如说如果今天 你本来说 要跟 明天要跟孩子出去 那明天突然间 有些 你的上司打来 或者你朋友打电话来 叫你出去 你可能会告诉你自己 不用紧 这样我下个半 还可以再跟我的孩子出去 跟配偶的关系也是一样 他重要 但是通常我们不会 他不紧急 所以我们不会放在 优先次序里面的 重要的部分 那 但是这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作者提醒我们 这是我们的生命 很关键的东西 我们常常把它放在 次要的位置 或者不重要 放在不紧急去处理的位置 但是我们知道重要 所以在这里呢 他们提醒是要计划的去做 那通常我怎么样去面 应付这个部分呢 确保我自己 不一直拖延 一直拖 就是说 我就放在我的时间表里面了 就是说 如果我知道这个月 我哪一天 要跟我还家人出去 或者跟我配偶出去 或者跟我的好朋友出去 我就已经放在 我的时间表里面了 我就把它放在里面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让别的东西 去占据它 当然 有些时候我不否认 如果我碰到右边的事 就是又重要于紧急 真的要马上去做 又重要 然后刚好又创期到 我本来计划要做的 当然那个优先次序 我就会变成 重要与紧急的 我必须要去做 不过那个重要紧急 在我的生活当中 不是常常会发生的 而且我在 我自己的 个人的关系的建立呢 在左边那边 重要不紧急的 他有时候是帮我 或者星期天去做了 所以还是可以分得到的 那所以在这里 你看到四个格子呢 我们今天讲的 时间管理或者生命管理 如果今天我们要 我们活到我们生命 生命的终点 我们看回来的时候 我们如果今天到生命终点 我们要越少遗憾的话呢 那就是你在左上角 这个重要不紧急的部分呢 要占要是 你做最多的 你才会确保 你待最后你不会遗憾 什么遗憾呢 遗憾说 我后悔 没有跟我的孩子 更多的花时间 我后悔 我没有跟我的爸爸妈妈 花更多的时间 我后悔 我没有更尽力的 去做好一个榜样 让我孩子看 这张表 就是我们可以 自己去设计一份 然后把这些 重要紧急 或者不紧急的 不重要紧急 但是有一些就是 不重要不紧急的 都填写在上面 是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但是在做这个之前呢 其实作者还教了我们另外一方法说 我们怎么样知道在左上角 重要跟不紧急的 哪一些事项我们要去做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把我们生命中 所有的角色都列下来 比如说我是一位丈夫 我是一个丈夫 我是一个爸爸 我也是一个儿子 然后我也是一个同事 我可能也是一个上司 所以你把你所有 我也是朋友 你把你所有的角色列下来 然后你列下来之后 你自己要排他的重要性 对吧 所以如果第一个 我这样看的时候呢 我第一个觉得 我最重要的可能就是 丈夫的角色 然后第二个是爸爸角色 第三个就是 我是一个上司的角色 儿子 儿子对对 我爸妈过世 要不然我会放儿子 你讲的对 要不然你讲的对 要不然就应该是儿子的角色先 然后当你这样排法的时候呢 你就 你第一 你已经角色重要性 你排出来了 然后每一个角色 你在右边 再放两三个行动 是配合这个角色 你会去做的 比如说丈夫 刚才我放第一个 可能我第一个 那个行动会做的是 至少每两个礼拜 一次 跟我的太太 两个人一起出去 这个是我会放在那边 可能第二个 我放的是像 跟我太太是 OK好 现在呢 就是跟我太太谈 怎么样照顾她的 我的岳母 因为我岳母已经年龄很大了 所以你在每一个角色的右边 又再放一两三 一个到三个 你觉得这个角色 你必须要做的行动 所以你就 这些行动 你已经排列出来了 你再放在这个 刚才金方所讲的 放在这个表格里面了 你就因为你已经重要性 放在那边 你就填写在那边 然后你就知道 哪一个你要马上去做 然后不单是这样 你知道什么要去做 你就要放在你的日记簿 因为你日记簿有 比如说 如果我刚才最重要的 做账户决士 跟我太太 每两个礼拜出去一次 我就要在我的日记簿 放那个时间先 当然要跟我太太讲好 是可能下个礼拜天 几点到几点 我就先把它填在里面先 所以当你能够这样 转过去的时候 你的时间表 就能够先把重要的 先放进去先 所以这个是 我们怎么讲 每次在年头之前 就是因为我们通常 工作的日历 是一月开始的 对吧 可能我们十一十二月 就会知道 明年的工作是怎么样 你可能十一十二月 你就把这些重要的 就填进去了 然后工作的 我们讲开会时间 当然如果控制在 你范围之内的话 你开会时间 你就避免这些 你需要去做的 这些事项 你就确保重要的 都已经放进去了 那些比较 没有那么重要的 你就可以放在 其他时间 所以这是作者 建议的这个方法 我觉得这方法 是很管用 而且是很实际的 可以值得 观众们去试看看 可以试试看 那我 火怀老师 万一有一些紧急的情况 是突然间来的 你的时间已经分配好了 就这种情况之下 要怎么样去做出调整 做出一些选择 很好 这问题很好 所以如果我看回这个图 当有一些任何事情状况出现 如果你可以用这个图区分的 像左下角 你看到这个是不重要 又不紧急的 这样你就可以不要做就不要做 要不然你就是延迟 或者说放 对不起 放另外一个时间 那如果是右下角的 刚才讲 紧急 但是如果不重要 然后你看看 有没有人可以帮你做 我就回答 刚才进化你的那个问题了 那如果说 刚好突然间 有个事情 我们已经因为那个时间表 已经安排好了 那如果有个事情来的话呢 首先我要让 我觉得要让观众知道 不是代表我们今天 放好的时间 是不可以去改变的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有伸缩性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 不可以 对不起 不可以 因为你要区分 那个事情的重要性跟紧急性 如果这个事情是又重要又紧急 这样它一定要你马上去做 这样你本来放在计划里面要做的 你可以换一个日期 就不会去 你就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这个 你突然间出现的事情 是在下面的两个方格里面的 不重要又不紧急的 那你就可以告诉你自己了 其实我可以选择不做的 举例说明 如果说 有一个你的客户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跟你联系 然后后面是 或者说已经是决定不跟你的公司 有些什么生意的来往 那他真的找你的话 那你可能你觉得 他不是我客户 暂时他没有那么重要 这就不紧急 这样你就可以跟他约迟一点点 你不要让这个代替掉你原本重要的事情去做 因为你已经区分处 暂时是不重要 也不紧急的 那如果是不重要 但是紧急的话呢 就看有没有人可以帮你做 因为如果有人帮你做的话呢 这样你就不会让 又在原本重要的东西 就反而面去做 做那个不重要的东西 所以可以有伸缩性 是的 真的时间非常宝贵 我们都知道要爱惜光阴 现今的时代也是越来越邪恶了 所以真的要爱惜光阴 做我们所应当做的事情 要明白自己的人生目标 还有人生的意义何在 不要糊里糊涂的过日子 对对 特别是我记得在前几集 我跟金方我们有谈到说 一个问题说 你到你生命 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希望你的亲密的朋友 你的家人 他会怎么形容你 那记得吗 如果你有那个清单 你可能说 我希望他记得 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我是一个尽责的人 那那是一个很好方向 你就知道那个是最重要 好像刚才今晚讲 我们不荒废我们的光阴 然后你就根据你这个 你想要到你生命的终点 要别人记得你的 你要做什么 这个就是你重要的事情了 但是它不紧急 因为你不是马上就要去做 但这个就是要放在你时间表里面 你从这边来计划说 我要怎么让我的孩子知道 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我要做些什么东西 你也就可以放在左上角那边 确保你去做 讲到你生命的尾声的时候 你看回头 你就不会后悔 你也不会 当然我们都是会有一点 一些东西是会后悔的 但是至少你后悔的程度 是属于低的 不是属于很多的 但是又回不去从前了 真的 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那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才有活力 精力去做很多事情 那我们也要腾出一些的 比较松动的时间去 做一些运动 照顾好自己健康 其实静妈讲得很好 其实你刚才讲的运动 就是在左上角 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拖 明天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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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紧急 但是十分重要 运动很好 很好的地形 所以要不计划 做了要去行 对 今天非常谢谢 新加坡飞越社区 国际的行政长 尹孔怀老师 跟我们谈这个时间管理 在自助心理学方面 这也是重要的课题 好 我是管家罗靖芳 我是林孔怀 我们下一集再会 再会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朋友